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著名的Pickering College 孩子走到那个学校非常的近 而且开车从小区出去 用不了两三分钟 就是Newmarket最好的私立高中 Newmarket高中 整个这栋房子是位于一种叫做Guldsack 这种伏带户型的最里面 那说明什么 环境非常的幽静 所有的公共空间 几乎就是里面的住户所独有共享的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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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拿大买房子最主要的就是Location 这座房子基本上占据了所有Location里面 所有最好的条件 首先 我们知道Newmarket这座城市 它是整个一个小高地上 这栋房子我们看到 也是在一个很高的小高坡上 天气晴朗的时候 向南望去 甚至可以看到都伦多 每天早上 主人和我说 坐在外面的deck上面 喝上一杯清茶 迎接早晨的朝霞 这种生活真是太浅了 所以我们经常说 像这样的房子 绝对是成功人士的首选 这栋房子前面的宽度达到了60尺 里面有4个卧室 而且这种房子的建成年代是2000年 到现在也不过24年 最主要的是 那个年代所建成的房子 最大的特点是 它有双主卧的设计 这是我们之前其他房子很少看到的现象 什么是双主卧 就是两个很大的卧室 都带有自己独有的卫生间 淋浴间和衣帽间 这样每个房间都适合主人来居住 此外 它的地下室是不出事的 直接走到主人精心布置的后院里面 后院有两颗名贵的金箔风树 无论一年四季 春风下雨冬雪 我们都能看到绿色金色的棕树叶 非常的漂亮 好了 这套房子简单的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想看里面的实景 请大家关注我的另一条视频 谢谢大家